Coleplay的音乐不仅感动了地球上的歌迷 还传到了太空 他们曾将新歌Hire Power发送给国际太空站的法国太空人Thomas 成为全球首歌在宇宙播放的乐团 在音乐界创造了无数传奇的英国乐团Coleplay 从1996年伦敦大学的诞生到现在 始终是希望爱和团结的象征 主唱Chris Martin在1998年曾经对镜头说出了大胆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不仅成真 更超越了他的预期 这个周末他们将在高雄举办演唱会 继续以他们的音乐吹起一阵酷玩旋风 Coleplay的旅程始于1996年 当时的Chris Martin在伦敦大学遇到了吉他手Johnny Boklin 并很快地组成了乐团 随后被私手该Berryman和鼓手我唱片加入 共同创立了Coleplay 乐团在初期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成员间的磨合和技术提升 World Champion一度因技术问题被退团 但很快就被重新邀请回来 展现了乐团成员间的深厚情谊 Chris的好友Fu Harvey在乐团初期积极支持 最终选择休学成为乐团的经纪人 他对乐团的贡献不亚于其他成员 被视为第五位成员 1999年Coleplay与Paraphone签约后 事业迅速起飞 为了保持团队稳定 他们设定了一系列规则 包括平等分配收入和严禁使用毒品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Coleplay在2016年墨西哥巡演时 一位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少年 Hulu和他的父亲被他们的歌曲Fix用深深感动 激动落泪的画面引起了乐团的关注 六年后 当Coleplay再次来到墨西哥时 他们发现Hulu已经学会写歌作曲 他们邀请Hulu上台 一起演唱他的自创曲Different is OK 这一幕再次感动了无数人 Coleplay不仅在音乐上取得成功 也积极参与社会贡献 长期将收入的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 并推广环保理念 2019年 他们为了减少演唱会的碳足迹 开始探索环保的演出方式 从2022年开始 他们的巡回演唱会 使用再生能源和可回收材料 大大减少了碳排放 Coleplay的音乐不仅感动了地球上的歌迷 还传到了太空 他们曾将新歌Hire Power 发送给国际太空站的法国太空人Thomas 成为全球首个在宇宙播放的乐团 据悉 他们计划在2025年发行最后一张专辑 为他们的音乐旅程画上完美的句点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摇滚天团Coleplay高雄战警及家场 11月连续两晚 相约星际漫游 英伦摇滚大牌Coleplay已经宣布惊喜讯息了 他们将在今年11月11日 飞到高雄市运主场馆 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演唱会 对的 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Coleplay 他们将携带他们独特的音乐风格 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共享着音乐盛宴 然后你猜怎么住 这场演唱会的VIP作为套票 售价高达新台币22,800元 而且 这些门票已经在第一时间就销售一空了 但是 不要失望 因为我们刚刚从主办单位那里得知 他们已经计划在11月12日 加演一场演唱会 是的 你没听错 还有一场 家场讯息已经在理想国的官方脸书上公布了 摇滚天团Coleplay高雄战警级家场 11月连续两晚 相约星际漫游 Coleplay的这场 Music of The Spheres世界巡回演唱会 已经创下许多记录 而他们这次的巡演将以解碳和环保主题为重 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环保舞台 关于门票价格的细节 演唱会的VIP座位套票分为三种价格 22,800元 12,300元 以及8,800元 而普通票价 摇滚区的票价为5,800元 看台座位区的票价则分为8,800元 6,300元 5,300元 3,800元 2,800元 以及1,500元 这些门票已经在5月17日开始运售 而在5月18日中午12点也开始正式公开销售 而更加惊喜的是 Coleplay决定在高雄的两场演出中 推出限量的Infinity Tickets票中 Infinity Tickets是Coleplay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能力负担的票价而设计的特别票重 歌迷将有机会以只需要800人的超低价格观赏演出 每张Infinity Tickets都是双人套票 每组票价为1600元 这是不是超级划算了 更棒的是 你的座位是由电脑随机指定的 你可能会坐在任何地方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每位观众都只能购买一组票 所以你的机会和其他人一样 至于购买这些Infinity Tickets的细节 Coleplay会在演出时间更接近的时候再行公告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令人雀跃的消息 让每一个Coleplay的粉丝都有可能亲眼见证他们的现场演出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不管你是不是Coleplay的粉丝 都别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这是一次在我们自己家门口 亲身体验世界级乐团的绝佳机会 就让我们在11月的两个晚上 一起来体验这场星际漫游的音乐盛宴吧 Coleplay已经准备好 你呢 他们期待着在这两个特别的晚上 与你共度难忘的时刻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到高雄市域主场馆 共享这音乐的盛宴吧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